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Mo仔 今天就会煮葱油鸡腿饭 顾名思义 主要材料是这个鸡腿 那鸡腿在英国买的话 它一大批买就最划算 通常都会分为鸡腿 鸡上腿和鸡全腿 以1.1kg一批装为例 鸡腿大约2.35磅一盒 份量大约12-13尺 鸡上腿大约3磅一盒 大约7-8件左右 鸡全腿大约2.3磅一盒 大约4-5尺 除了普通的鸡腿 它还有分另一款 就是Corn Fit Chicken 大家都知道是粟米鸡 它价钱会相对贵一些 而且每盒份量都会少一些 除了刚才说的鸡腿 其实鸡翼或者整只鸡翼都好 其实在英国买也是相对很便宜 所以是大约3-4磅小的尺寸 大约5-6磅 粟米鸡的全鸡 会相对贵一些 通常会短kg 我看到普通的鸡腿大约8-7磅 至10磅 因重量而顶 其实除了鸡腿鸡翼 其实英国都会买得到鸡腎 或者是喜欢煲汤的朋友 都可能会想买鸡鸡 不过一般本地的超市 其实我暂时都没见过 要买的话 通常都会去一些 可能是地区的街市 鸡腎的价钱 我最近去过百明汉的街市 大概是3磅半 1kg 其实饭量已经很多 我那次是买了大概1.5kg 其实都分了两餐吃 另外鸡鸭方面 家里附近的街市都买得到 他大概是2磅 有1kg 其实我有听过 有个亲戚跟我说 他直接去一些 地区的价格 然后问他有没有鸡鸭 有些是直接说 我有 不过不用钱 成包给你 因为以我所知 他 地区的人 其实他就觉得 起了肉 其实鸡鸭对他们来说 是 没什么用处 其实他是要拿去扔 但是他们如果铺鸭 拿去扔 是有免费的 他们宁愿在外 既然你问到 我又不用付钱 拿去扔 我成袋给你 那今次就和大家 分享这个关于鸡肉的材料 分享是这么多 以上刚才说的价钱 就是给大家作为的参考 那 欢迎大家留言 可以交流一下 那 事不宜迟 我们又去煮饭 不宜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